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近期又卷土重来 而且比去年更为严重 德国自10月中开始 确诊与死亡病例就开始暴增 上周四更出现单日新增确诊 破5万例的新高记录 单周累计确诊也超过21.6万例 对此外界都把矛头指向国内的疫苗覆盖率太低 截至目前德国接种完整疫苗的民众 仅有不到68% 在欧洲处于后段班 也让梅克尔忍不住再度喊话 除了催打疫苗 德国政府也正着手立法 打算再度实施居家远距上班 当局的草案中指出 若没有到办公室的必要正当理由 将强制要求雇主允许员工居家上班 此外进出工作场所 也需要备有接种完整疫苗 或检测阴性的证明 另一方面 临近德国的奥地利 同样面对西波疫情海啸 当局却决定直接下梦药 虽然冬季到来 加上变种病毒夹击 欧洲目前已经变成全球疫情的新中心 其中奥地利自10月开始 病例数就不断飙破国内记录 12日通报将近1.2万例 更创下疫情爆发以来新高 此外奥地利的疫苗覆盖率 比德国更惨 仅约65% 在西欧国家中尽陪莫作 总理查伦伯不仅怒批 国内接种率低得可耻 周日更紧急宣布 将自周一起对全国实施未接种疫苗封锁令 创下欧盟首例 当局表示 周一开始的10天内 奥地利境内未接种疫苗的成年人 全都会被勒令禁足 除非必要否则不准外出 此外警察也将加强巡逻 一旦违反封锁令 最高还可能面临1450欧元 约台币4.6万的罚款 国际中心综合外天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